东华大学学生郭家伟 6号上午前往花莲县议会 进行县长总执询议程 遭到议会主席议员邱永双 认为违反了议会议事 禁止录音录影规定 更下令动用警察权将学生驾离 而且还怒指东华大学是烂学校 呼吁大家不要去念 现在事情越演越烈 东华大学学生今天也召开记者会 要求议会公开透明 人民有权监督 人民有权监督 议会公开透明 议会公开透明 请问一下我们作为一个人民 作为一个学生 在一个旁听席 很静态的 然后去拿 就是做一个植入的部分 然后记录花莲县议会生态 这一点到底哪里会危害一场秩序 全国二十一个县 二十二个县市 只有高雄县目前才去开放 其他的部分还没有 那我想经过这个事件 我也要谢谢郭同学 你有机会把这个事情 把这个事件凸显出来 我想我会做一个 适度的一个修改 东华大学学生要求议场公开透明 认为郭信学生当天直播行为 哪里有错 而花莲县议会议长赖静坤 也召开记者会 提到会修法改善 但议长的回应 似乎没有让学生感到满意 认为提出修法 其成就是没有诚意处理 是在打模糊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